我給你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我喝的爛絕對你說聲恭喜 大家好 我是Dududu 差好久沒有拍影片了 ok 所以最近我就有在淘寶買東西 ok 就是有買衣服 買了兩大袋 也沒有兩大袋啊 我覺得是兩小袋吧 所以今天就要來開箱這些衣服 然後我這次買了就是 Oversize的 Oversize然後復古 Vantage Foam 就是for平時穿啊 就比較紙袋哦 所以現在廢話少說馬上看一下 ok 所以現在我已經拆完那些包裹的紙袋了 所以拆完包裹紙袋 現在全部會只剩這種plastic的紙袋 所以現在我就一一拆給你們看 ok 然後今天的開箱視頻 我沒有試穿這些衣服 就是我只是拆給你們看 然後我買一張maton的衣服 這樣吧 然後如果講說要穿搭還是試穿的 videos 就可能等之後 youtube我不懂會不會拍啦 我是會拍在 拍一個reels這樣子 就是會在IG 還有TikTok都贏 第一件 第一件 第一件呢 這個是 呃 褲子 這個勒 是現在很流行的那種 跳舞褲啦 就是那種棉褲 其實很久以前就有流行過 只是 時尚是會輪迴的 所以現在又輪迴回來 又流行 所以這個褲子 我就買了 然後三件 ok 我就買了灰色 白色一樣的batten的 然後還有黑色 就是那種 最好配搭百搭的顏色 因為我這個人類 是非常之老做的 ok 所以我在選顏色 就是選容易配搭 它的褲腳 就是褲尾 這邊 是有的伸縮的 yes ok 你可以給它是直筒 如果你沒有去弄它的話 你就直筒這樣子穿 也是一個風格 如果你想要 它下面縮腳的話 又是另一種感覺的話 也可以啦 開第二套 第二件就是 這個 哦 這個是套裝來的 ok 它是一個 長袖短板T-shirt ok 然後它是一套的 一set的套裝 所以它還有 一個褲子 就是褲子了對不對 然後在 它上面還有一件 比較這個套裝 就是比較 sporty 歐美的風格 sporty 然後這種感覺就是 它有點運動風 又帶一點 女性的修閒 就不會這麼man 到第三套 這個 這個很像是什麼 很像是褲 可是我印象中 我買的面褲只有三件 哦 懂了 這個也是套裝來的 這個的布料 我就覺得 很像 很像 比較奇怪一點 很像 不適合拿來 做衣服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不懂穿上去的話 是 opop ok 可是我這樣看我感覺 穿上去好像會有一點 碰碰的感覺 就是那種 會腫腫的感覺 它也是運動小套裝 就是跟剛剛那個 style是差不多 可是它是短袖 然後再加上它有 拉鍊 ok 所以這個就是 第三套 ok 好 現在勒 continue 這個也是套裝來的 所以我一共買了 三個套裝 沒有製作的話 哇這個布 很像不錯舒服 因為它就是那種 看到嗎 它就是那種很柔軟的 就那種 朗朗這樣子的 其實我很喜歡穿背型 可是我又很少穿 那些是因為 我的腹乳太大了 變成那些我每次很少穿背型 因為我覺得很醜 可是有些時候又很想挑戰 可是我覺得我這樣看來 我覺得這套可能 也會沒有穿 因為感覺它折不到我的腹乳的部分 就可能如果我要穿背型的話 可能我選的背型的這個地方 可能就要厚一點 就是要折到 我覺得這個你看 一看就總是折不到的 因為它是這樣子刺進來的 OK 它的這個整袖 看到嗎 它是這樣子有刺進去的 所以很明顯這個漏會露出來 接下來的應該都是T-shirt oversize 了 因為我買超多 因為我覺得我平時 很像已經沒有T-shirt穿了 所以我這次買了差不多10多件的T-shirt 都是oversize then patch form的 然後還有一些 長褲 長褲剛剛有三件了嘛 還有幾件長褲的 第一件 oversize T-Long 看一看 是怎樣的風格 Power Pucker OK 感覺有點大件 Power Size很難折磨 然後我就會很 很喜歡 比較喜歡有oversize的感覺 所以我全部都是選最大的 褲我覺得OK 可是我覺得顏色很像有點太淺了 就很像有點啾啾的感覺 不過大致上是OK啦 這個也是長袖 這個跟剛剛的那個布就不一樣 剛剛那個布是很明顯就是那種T-shirt布 然後可是它是做長袖的 這個類是稍微比較有一點棉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 胃衣 可是又沒有到胃衣那個打給 就是薄款 比較薄 然後它的靈質還有做這種 就比較厚的 這個我會買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這個 這個圖畫很美 這個牛的圖案 就是有那種很像英國 英式 英式復古風的那種感覺 然後又配著卡其色 所以整個感覺我覺得很美 然後我配一個高腰褲 牛仔高腰褲 然後再一個黑色的皮帶 就有沒有 你想像那個畫面是不是很有那種 英國復古風的那種 B-Ling 所以咧我就買了 第三件 二 原來還有套裝 兩個套裝都是屬於比較 女人一點 就是很像有露點小腰 而且是 是小件的 這個套裝也是比較大件 over-size 就是比較 嘻哈 hip-hop的感覺 所以看到它買它的褲 看到它的褲就動了 就是比較man style的 它是套裝 可是你在下單的時候 它是分開給你選的 然後是 褲子一個價錢 衣服一個價錢 哇 衣服我是選L 真的我覺得 欸 淘寶賣這種over-size的店 真的是 感覺有進步啊 全部size都是我喜歡的那種size的感覺 這個咧 就是衛衣哦 然後衛衣上衣 然後配它的 褲子 就這樣一set的 然後它的顏色 可以看到嗎 青蘋果 很淺很淺的青蘋果的顏色 要輕了 下一件T恤 我在這件店選了 是比較那種以前的卡通 90年代的卡頓 也是一個 另外一種 ventage foam的感覺 ok yes 所以就這樣子 還有這件 也是卡頓 可是它沒有一個指定的卡頓 這個圖案是那種以前90年代那種電子的產品 那種gameboy啊 這個圖案是那種gameboy的東西 yes 就是也是有那種 復古的感覺 另外一種復古 Fonework 大褲子 直筒褲 yeah 復古直筒褲 就配個oversize T就很ok了 就可以很自在 然後又好看的出門了 就是完全直筒 然後沒有得給你伸縮的 不懂床的大玩意有點擔心 哦 這個也是褲子 這個是喇叭褲來的 因為 我最近也是有看到 就是有人穿搭喇叭褲 然後配T恤也是很好看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一件 然後它的布料也是 類似那種 比較 Yoga的那種布料 Yoga那種運動的布料 就是我喜歡那種喇叭的感覺 然後也是穿一件T恤就很好看了 然後這件 這件就是很普通的一個短褲包 真理褲 ok 因為 真理褲也是蠻時常穿的 因為有時候 你有懂了啦 Messure醬了 也不能沒人穿長褲嘛 而且其實我比較多的時候是穿短褲 然後短褲的話 有時候穿在裡面穿一個oversize T也是很好看 這個感覺還ok啦 所以也是要試穿 哎呀 真理褲我覺得女生一定要必備啦 沒有的話感覺不是Messure 接下來這個T恤類都是比較黑暗系的了 就是那種比較酷比較帥 然後也比較黑人HIPHOP的那種設計了 ok Yeah 我覺得這超美 OMG 漂亮漂亮 這個就是黑人街頭的感覺 ok 黑人街頭 褲褲 然後它的顏 它的感覺是那種啾啾的 看到沒 它是那種啾啾透色透色的那種設計的 ok 然後我覺得這個Guarding ok 我感覺不會廢的 最後幾件罷了 ok 所以這次的大概都是這樣子的衣服 這個我覺得 誒 它的Guarding 感覺ok 可是它的零口很像Double咧 半蓋 就是三個人頭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ok 我覺得超HIPHOP 很Old School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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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It Down 這個咧就是沒有圖案的 它是那個沾染衣 就是那種扣色扣色這樣的 很像衣服洗澡 染到顏色 可是又變成一門藝術的那種感覺 你懂嗎 零口也ok 是小的 Yeah 然後它的布 感覺比前面兩個還要薄一點 就比較涼的那一種 這個就是那種沾染衣哦 Yeah 然後也是比較 比較酷比較帥的 跟前面那種Couple的就不一樣 最後一件T恤了 這件我覺得應該很危險 因為它的圖案是有點恐怖恐怖這樣 圖案是來這樣子 就是一個女孩子的臉 看到嗎 看它嘴唇嗎 啊 兩個嘴唇這樣子 Yeah 就那種比較黑暗系那種 肥豬流 如果是講90年代就是那種肥豬流感 最後一個了 我以為也是T恤 可是不是原來我還有一個套裝 OK 嘿 這個套裝咧 跟剛剛所有的套裝都不一樣 因為它是西裝 它是西裝的套裝 就是我看到Model穿很美啊 我不懂我自己穿在那邊講啊 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配它的褲子 就是那種很臉帥 這樣看就覺得很臉帥 我覺得會比男孩子還帥 比男孩子還man那種感覺 你懂嗎 現在男孩子都 Cannot 沒有Cannot 就是比較多 呃 需要人疼的那種感覺 OK 所以今天這樣的開箱 應該就到這裡啦 所以今天這裡的衣服 也都是我這次淘寶訂的衣服 所以大家上都已經開給你們看了 所以咧 如果你們要看我穿上去的感覺的話 就留意我最新的 你們講最新啊 我不懂我其實我會拍那個reels啊 就是我 近期的穿搭reels啊 所以希望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按讚留言 留言分享還有打開小鈴鐺 OK好 今天影片到這裡啦 掰掰 我們會在那邊 查看 看 感謝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